资料未来能够以后 资料未来能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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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未来的资料未来的资料未来的资料 好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 RD-WOX V8 那这个是我们今年配发给学校的80瓦 台湾三轴的雷切机所用的 随机附证的一个雷切的软体 请各位在桌面上可以找到它 然后就可以把它打开 或是从开始 然后输入RD 就会出现它的这个启动程式 请各位就把它点选 那我稍微介绍一下这整个工作环境 那首先上面是选单的部分 就是程式的选单的部分 那左上角这里 这里是处理档案 开档存档的地方 那这个是你的工作区域拉远拉近的控制 那左上角这个XY 这个是你的图 你的图档的在图在底稿上面的位置 好的中心位置的部分 那这个是图档的大 你的所画的那个图 那个物件的大小 然后这是锁定它的比例 然后这里呢是控制你两个以上的东西要做对齐的方式 那这是控制三个以上的东西要做的这个等距排放的一个控制 那在左边呢是基本的简易的绘图功能 你不要期待雷切机的软体本身会有多强大的绘图功能 他们所提供的就是一些简单的画线画矩形 画圆形 甚至输入文字这些简单的功能 还有一些翻转的部分 那这个是他们所提供简易的功能的部分 那另外在右边上面这个区域 这个区域呢是控制你的雕刻跟切割的一个设定的参数 就是设定的速度功率等等 那这边呢我们可以把常用的设定 把它存到这这些色块里面 所以在雷切软体里面它是用色块 它是用这个颜色来代表不同的功率跟速度 不同的功率跟速度 好 那这右下角呢 他是当你做好所有的设定之后要输出的时候 在这边呢 如果你是直接连到 电脑直接连到雷切机 那么这里就可以直接做控制 直接开始做雷切的工作 那如果你是要存到随声碟 或者用USB的线 把它档案丢进机器里面 那你就会使用到下面这些功能 好 这是整个环境的配置 好那在RDworks里面呢 我们在第一次做设定的时候会注意几个地方 第一个呢是你的系统的设置 设置里面的系统设置 这个地方会根据你的机器去做设定 那台湾三轴80瓦的呢 是机器的圆点是对齐左上角 激光头的位置呢也是对齐左上角 大概是这样的部分 然后再来呢 在设置里面还有一个页面 那这个页面呢是指你这个工作区的大小 也就是你的雷切机 雷切机的最大的尺寸 可以切割的最大尺寸 那以我们这一次发给学校的是6040 所以就是600mm 乘上400mm 这样子就可以就可以将设定给调整好 这是我们工作区的大小 那如果你不调工作区呢 其实也没有关系 其实也没有关系 那再来还有一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扫描 填充扫描图形 这个扫描图形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雷切机有两个主要的功能 一个是做扫描也就是雕刻 另外一个叫做雷切 就是把它切割的部分 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图案 我们是要做扫描 然后另外有一个图案 要做切割 我把它选不同颜色 因为我们这个参数都是设定在颜色里面 所以你看一个扫描一个切割 可是在图案看起来你只有两个颜色不一样 比较不容易分辨 所以我们都会习惯在这个地方 把那个扫描的就是要雕刻的这一种类的把它打勾 就是让它填充起来 让它用色块做填充 这样子我们在做设定的时候比较容易区分出来说 这个是要用挖的 用雕刻的 这个是用切割的 这两种不同形式的加工方式 所以这个地方通常也会把它做打勾的动作 这是我们几个比较常用到的机器的设定的部分 拜拜 拜拜 拜拜